无论你是否承认 这是过去几年中亚洲很多主流媒体的现实 传统媒体的受众在锐减 用户的耐心每天在下降 亚洲青少年仍被西方主流文化持续影响 亚洲国家的形象依然单薄标签化 除了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和政局动荡 那个我们熟悉热爱的亚洲并没有被看见 作为无法逃避这一切的同行、友邻和伙伴 亚洲媒体如何守住自己的传播阵地 亚洲媒体的交流和互动是否形成了合力 自然和谐、合而不同、兼收并续的亚洲共识 怎样获得世界的认知、认可和认同 技术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 媒体融合更是一场不容回避的自我革命 全媒体时代 亚洲媒体有责任、有使命 告诉世界亚洲的进步、发展与梦想 在世界传媒版图上 描绘一个更加真实、美好、立体的亚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